不认人吗 杀姨 到领导 我帽子呢 我不了解安吉 父子之间交流的太少 对于我来讲 他是一个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回来了 我 那这是啥屋 在这找一个 杀姨不够不要 你能不能先让我出来 我来了 你要重要还是鱼重要 你重要 我现在都成鱼了 就是这只鸟 你把鸡蛋还没我锅好 我觉得我上这一节目 重新认识我安吉 你不是还得撒吗 对啊 他们就把这一段鸡给他看 打第二个人 YES 这咋还压腿 又压腿 又压腿 又撑胳膊的 行了行了 我求你了 我自己更正好 我自己知道 我要转小子 我自己知道 我要转小子 很心疼她爹爹的 爹爹 可以吗 可以了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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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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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爹爹 爹爹爹爹 她其实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爸爸 我现在觉得这个发展不太好了 你怎么那么好啊 什么 来 爸 请 我觉得安吉在给我一种 是吧 教育 能够让我们富贵 心灵能够越走越近 这是对我最珍贵的 我都爱了 好 我又要一个蜡蜡 我帮我一个蜡蜡蜡 男孩的那种感动 是有的时候 你不知不觉 突然间会出现 安吉 安吉有的时候带给我的那个感动 就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 哎呀 那种感动是让你突如其来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表现非常好 安吉证明她勇敢的在挑战自己 让自己感受着人生各种 她的第一次 李娅 不是 不是 这么快 我 不得了 我 只能够 很可爱 我 我 不是 好 真的 哎呀真的我这一路上其实我觉得我每天都是对我来讲是一种折磨 你知道吗知道自己有哪些不好的地方欠缺的地方 然后晚上再检讨自己 然后第二天又犯又重新犯了 你太那什么了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沙姨 哪个爸爸都不如你这样一个孩子有一个超级喜感的爸爸 整个人是喜剧大师 救助的这个困 正月里来是星 我找一尾 对 怎么了 所以她的孩子那种幽默和快乐 这也是我们很多小朋友都要感受到 我是一个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什么事都不愿意往前冲 你知道吧 而且什么事都觉得自己得往后缩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在安吉身上都学会了勇气两个字 真的 包括第一期 当时我没有意识就爬轮胎 录完我都没有意识 我都没觉得 要下去了 下去啊 我的妈呀 我觉得我都感觉害怕 小孩都能坐着呢 我还有福 我 你别别别别 你别别别别 爸害怕 你干嘛 你不要带着别老我了 我也害怕 放了我才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儿子挺勇敢 对 我觉得我是挺衰 你看看 看完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在安吉身上学习 他儿子真的是个爷们儿 嗯 安吉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男子汉 嗯 就特爷们儿的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 大人其实可以在孩子身上借鉴的 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我觉得我已经由一开始 特别强烈的印记是在录节目 而慢慢慢慢觉得 录节目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跟孩子相处 把这些疲惫过去了 然后再一看 跟孩子点点滴滴 又会觉得这个节目很美好 很感动 我觉得更加珍惜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了 我原来是以工作为主 现在我觉得我还是一家庭为主 然后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这种快乐 比任何的快乐都更珍贵